一夜不放这嫂子 看到没有 干放这嫂子 见个人一来 那一机会 一个月 干放石呆到 还捉她呢 我就不信 她给人不来 一遭都不够 就等 一个月就等了 那才会 你要买什么追她 你不累死啊 干放石呆到 吕四娘是谁吗 哦 那个你得问这家 这个这个这个 有这人没这人 我们不太清楚 应该有这人 但是跟雍正没什么关系 好了 讲到这儿 李渭 什么字都不认 人家肯为国家吃钱 人家捉紮罪犯 人家 哎呦 好多措施啊 人家 与民为伍 时刻为老百姓着想 咱就没有 全然认识字 认得不多 全然认得最讨厌的是 他们哪讨厌张提玉啊 张提玉啊 张提玉骂他三天才都不知人骂他 张提玉骂他三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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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 哎呦 骂人有境界 你知道吗 骂人有境界 是吧 好了 不说没有 怎么说呢 骂人也有用咖啡骂也有用打算 知道 不一样 南北方的骂人都不一样的方式 哎 所以他那种 那种看不上 我还看不认识字 俩人还天天不想猜对方 哎 社会就如此稳定 因为大家都有把比 在黄历史上 骂人大陈 重用厄尔赛 哎 这厄尔赛 确实有本质 有什么本质 我们当然来说 这是我们讲的 哎 重用四大成 除旧五星 这是人事 人事制度方面 五星的第二点 是什么 五星的第二点是 秘密历史 哎呀 这 现在怎么起来 中国 几千年来行李制度 第一张子集中是 第一张子集中是 大家不用参谓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万一 这第一张子 是司马延的那傻儿子呢 怎么办 所以你想 如果司马延的儿子 他不选 第一张子 西晋慧 那么几十年重要啊 所以 第一张子 制度缺行 这人危险 这也不行 不立手 干乱 怎么办